用给我们吃的健康专业的营养资讯 谢谢Michael 好 继续我们来看到 同样是跟健康有关系的 在美国呢 现在每一餐吃均衡的蔬菜和水果呢 是最新的健康指南 受到台湾有毒树化疾风暴的影响呢 在美国华人社区现在吹起了一股 只有基输果的这个风潮 那么很多华人呢 选择在家里头自己种菜 有一些来到美国退休的专业 台湾果农呢 也经营起了现实版的开心农场 在阳光充足的南加州呢 几乎每天都有新鲜的蔬果可以修成 一颗颗又粉又大的水蜜桃摆在眼前 可别以为这是made in Taiwan 因为在加州台湾果农多年来的努力之下 一样可以在南加州的土地上 种出又香又甜又好吃的水蜜桃 而且绝对是不含农药的天然有机蔬果 连南加美食达人涛哥也赞不绝口 吃到这个桃子 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像什么 拉拉山 五陵农场 梨山的这些味道 口味真的很好 在国内有所谓的无锡水蜜桃 我有询问过一些国内来的朋友 其实我们这个质量不比无锡水蜜桃差 华人亲自到有机农场来选购蔬果 除了新鲜自然看得到摸得着之外 北美蔬果的最主要来源 其实还靠果农花费数年苦心 才打造出的肥沃土壤 加上南加州充沛的阳光照射 不但时常可以采收到结实的蔬果 以当季食材绿竹笋为例 更能达到一年多次采收的成果 让喜爱吃有机嫩笋的涛哥 也年年不忘特地来采购 民众想要保持健康的身材 除了饮食均衡和常吃新鲜蔬果之外 专家也提醒民众 不妨可以常常到有机农场来走动 不但能呼吸到新鲜的野菜味 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农场 自然又奇特的生态平衡链 体验远离都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 东森美洲新闻叶红志李中瑶 洛杉矶报导